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好 欢迎来到聊聊 我是三三 我们都知道蚂蚁 它虽然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巧 可是它的本领一个非常大的动物 尤其是它认路的本领更是非常的厉害了 一点都不会迷失方向 并且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它的视觉非常的灵敏 不仅能够把天空中的一些景物当作认路的参照物 而且对于陆地上的景物也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人类只能通过脑子来记录周围的一些建筑才能辨别 甚至有时候都还记不住 并且除了眼睛之外 它还可以通过气味来辨别方向 小时候我曾经观察过它走路的样子 有一些像盲人 它上面的两根触角就像盲人的拐杖一样 每走一步都要用那两根触角来敲一下地 小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玩 也不知道它在干什么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它是在探路 但是它的触角比起盲人的那根拐杖 可谓是更加灵敏了 因为它有两种功能 第一种就是触觉 通过触角接触外面的一些东西 能够知道前面的物体是什么轮廓 是怎样的形态和软硬程度 以及前面道路地形是否平坦或者崎岖 虽然跟拐杖的道理有些相似 但是却比拐杖更加的高级 那另一种作用就是嗅觉 它能够通过闻味道来识别 这个可就是拐杖所比不上的了 当蚂蚁走路的时候 会从肛门和腿上分泌出少量的 带有特殊性气味的物质 就跟我们遛狗时 狗狗通过尿液来占地盘是一样的 虽然说咱们作为人类是闻不到的 但是它的气味就是非常独特的 这样一路走来 沾染在道路上 会留下一定的痕迹 等到再次回到潮里的时候 只需要闻着这种气味 就能安全的回到蚁穴内 其实你注意观察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 当它离开了蚁穴之后 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你用手将它回家的路途上的气味 使劲地用手指把它涂抹掉 然后呢 你再在这个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放上一个卫生球 来盖住它的气味 这样你会发现 当有很多蚂蚁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会停止往前走 并且不断地在原地打圈乱成一团 因为它们一时之间 闻不到之前留下的气味了 所以就暂时性地迷路了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继续观察下去 你就会发现 诶 过不了多长的时间 它们呢 就会用触角相互的碰撞 好像是在告诉对方 前面的路标已经被毁坏掉了 必须要赶紧地想好办法 回到蚁穴之内 所以呢 它们走走停停 不断地在周围绕圈子 最终呢 就会想出办法 绕过这条线 重新找到 回到医学的路线 那么问题来了 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来重新建立的呢 其实啊 就是采用的一种定位法 它们呢 可以靠太阳的位置来进行导航 其实这个秘密很早的时候呢 就被法国的一位昆虫学家 法布尔观察到了 蚂蚁呢 可以通过太阳的位置来定位 其实主要就是 它们对太阳上的偏阵光特别的敏感 就算是在阴雨天没有阳光的时候 仍然能够通过这个来辨别方向 因为这种偏阵光呢 就算是乌人密布的时候 也是可以穿过云层 直接来到地面上的 所以啊 蚂蚁们才根本就不会迷路 好了 看完这期节目的你 有没有对我们身边经常看到的 这个小动物蚂蚁了解的更多了呢 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其他的 关于动物的冷知识呢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呢也都会看到的 那咱们下期再见